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包的龙之冒险生存 上期我们是做了魔法衣服还有魔法书 这次我们来学习一下更多的魔法 那使用魔法的话我们要做一个魔符压印器 来压出一些特定的魔符 然后还需要一些魔法的黏土 把魔法黏土放到这个魔符压印器里面 然后在顶上放一个荒野溢魔 每一种魔符需要的材料都不一样 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用来跑图的魔法 所以材料是和翅膀有关的 等待一小混这个魔符就可以压印出来了 这是一个一级的叫做藤月的魔符 右键一下就可以学习它 然后我们打开魔法书 可以看到效果栏这里已经有一个藤月的效果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制作一个藤月的魔法 首先点击自身 然后点击藤月 制作一下 我们到室外来试验一下 拿着魔法书对着空气右键一下 就可以直接被弹射起来 可以弹射到很高很高的位置 但是魔力不够了 不能弹射就会从高处掉落下来 那我现在是有一个史莱姆之星的视频 它可以防止掉落 这个视频和我们这个魔法是一个比较好的搭配 那这样子我们以后赶路就方便很多了 不过这个弹射的力道不是很够 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魔符给它升级一下 任务栏里面有作者提示的一些比较常用的魔符 那我就选一些我感觉特别有用的制作 首先有一个必须的就是一个强化魔符 一个魔法黏土加上一个钻石就可以制作 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强化一个效果 比如可以把它添加在我们这个藤月的后面 多添加几个 但是不能添加太多 如果太多的话我们魔法值不够就使用不出来了 我们现在就放三四个 然后右键一下 可以看到这样子弹出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这个强化附魔也可以放在伤害的魔法上面 让这个魔法攻击的伤害更高 那我们现在对着远处的骷髅用一个三级的魔法 可以看到一下子扣了6滴血 这个伤害还是比较高的 但其实这并不够 因为消耗的魔力比较多 所以发射的频率不是很高 那这个模组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组合 就是这个博的迅捷剑 把迅捷剑放在主手使用魔法的话 这个魔法会受到一个伤害的加成 无盔甲的时候伤害加成有150% 这还是很厉害的 相当于变成了2.5倍的伤害 那如果我们手上不拿这个剑 伤害就只有十几 所以接下来普通的剑就可以淘汰了 我们以后就用博的迅捷剑 那我们现在继续出去跑图 找一下废戒的传送门 我们需要里面酷戒的黑钥匙来做附魔台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用这个藤月的魔法 已经可以弹得很高了 直接跳上一个山都没有问题 在这边的黑森林里面发现了一些小精灵 这个小精灵我们可以抓一下 需要制作一些这个广口瓶 然后拿它对着小精灵右键 就可以把它捕捉了 把它带回家放起来 然后在底下放一点漏斗 每隔大概一天的时间 它们就会产下一些精灵尘 我们可以拿精灵尘来做药 那个药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强力的buff 那我们继续出去找废戒的传送门 现在在天上移动还是比较方便的 还可以偶尔用一下滑翔伞 让我们在天上飘一会儿等待魔力的恢复 找到了一个自然的村庄 我们在这边标记一下 每个村庄里面都会有一个直路石的 不过这个村庄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里面有守卫 本来的话这个守卫应该是中立的 不过因为我们七宙之界的效果 这些中立的生物都会攻击我们 所以我们只能抱头数窜了 都已经跑到了非常远的距离之外 这边的铁傀儡还在追着我们啊 太夸张了 在野外又找到了一个巨大的龙骨 虽然感觉现在龙骨好像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用了 不过来都来了 顺便给它挖掉一下吧 后面在跑途的时候被龙给袭击了 这个龙一直追着我们 隔着超远的距离还追着我们 想用魔镜传送的 但是没有按道 直接被这个龙给垫死了 很烦 那边的话传送点在村庄那里啊 离我们死亡的地方还是有点远的 然后刚才好像听到这边的精灵在叫啊 他们已经掉出一些精灵尘了 我们可以拿精灵尘还有碗做出神窑 然后我又做了一个死后召回卷轴 这个可以把我们掉了物给召回到我们传送点旁边 但是刚刚试了一下 这个召回卷轴会留在那边 结果我们传送物回来 所以我们还是得回去捡这个卷轴 然后我们尝一下神窑 这神窑会给我们很多buff啊 跳跃提升伤害吸收幸运 还有力量效果 等级还挺高的啊 非常的强烈 后面打boss的时候可以吃一下 然后回去捡一下背包 我发现我们视频里面有一个鞋子啊 它是随着移动不断增加移动速度的 把速度积累起来之后就跑得巨快 但是中途不能停 稍微停一下之后这个速度就没有了 又要重新攒 前面就是我们的灵魂了 捡回灵魂掉落物就捡回来了 在白天的话这些龙都在睡觉啊 所以他不会过来打我们 一到晚上就兴奋的不行 隔大老远就飞过来了 然后前面有一些死亡如虫 这个好像是任务栏里面主世界的小boss啊 但是感觉好像很弱的样子 一下就秒掉了 这是个小虫 远处还有大虫 但是大虫也只有40多点血 我们一下就可以打它30多 两下就秒了 在这片沙漠里面终于找到了枯气的黑钥匙 它这个位置也太小了 地图上根本看不见 那我们现在有魔法书 甚至都不需要用手挖了 用我们魔法书里的破坏魔法 就可以直接把它敲下来了 那现在材料够了 我们可以做一下附魔台了 直接用黑钥匙当材料不好嘛 为什么要改成这样子 然后再收集点书架 就可以做出满级的附魔台了 这里最高等级的附魔需要40级 然后一次也是三级的经验 不过我不打算现在就附魔 我们现在经验有点多啊 等我再弄个铁针 直接附魔的话有点浪费 我需要先制作一个收集经验的东西 就是这个永恒智慧卷轴 但是这个智慧卷轴里面 它需要一个材料就是墨囊 墨囊需要打鱿鱼获得 我在我们家附近的河里面找了半天 就是没有找到鱿鱼 然后到地图上的各个位置都找了一遍 就是没看到 所以我试了一下能不能钓鱼钓到 钓鱼的话是有概率钓到垃圾的 然后垃圾里面会有墨囊 不过查了一下钓到那种墨囊的概率 好像是百分之零点几 钓了一整天也没有钓到 所以我打算换一个办法 我上大海里面去找了一圈 这个整个包里面还有拟太章鱼 在暖水海域 拟太章鱼也有可能钓墨囊 但我还是没有找到 然后我去加了一下 融之冒险的讨论群 结果他们说有的存档有bug 就是不会刷鱿鱼的 就很离谱 找了一个多小时 实在找不到了 然后没办法 当时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 可以去找一下克拉肯 一个小boss 他也是可以掉墨囊的 不过在去找他之前 我们先把这边这个利围坛给打了 刚才我们在找 你他章鱼的时候 找到了这个利围坛 他轰落我一炮 但是没啥伤害 而且他血量好像不是很多 靠近陆地之后 直接就不打我了 这个魔法术加剑的组合 真的有点变态 几下就给他射掉了 而且他是没穿护甲的 所以特别好打 就是好像没什么战利品 怪我的这么好打呢 然后刚刚在翻背包的时候 发现我仓库里面 有一个很厉害的魔法术 这是一个预制的魔法 就是战利品找到的 在箱子里面开到的 使用之后会消耗一定的魔力 然后这个魔法术里面的效果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那这个效果的话 是一个滑翔的效果 我们先飞起来一下 然后在空中双击 直接获得一个滑翔的能力 就跟翘翅一样 这个时候再搭配上 我们自己的魔法术 我们魔法术 可以让我们往前突进一段 直接就冲出去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 然后这个滑翔的魔法 其实我们在三级魔法术的时候 可以使用 但三级魔法术的话就很后面了 我们现在才一级魔法术呢 有了这两个组合 提前实现了跑头自由 想去哪里都超级方便了 然后在嘚瑟的时候 差点就挂掉了 有个火龙在背后喷我 我看都没看到 还有这次手快了 成功飞回来了 刚要是在天上被它喷死 我就完蛋了 我都捡不回来我东西了 去打克拉肯之前 我想试一下 慕斯森林里面能不能获得莫娜 这里面说不定也可以刷鱿鱼的 不过在慕斯森林里面飞了半天 依然没有在地图上 找到任何和鱿鱼有关的东西 这个bug也太夸张了 主世界和其他世界都不生成的嘛 直接把这个生物给它排除掉了 于是我做了一个探险家的指南针 用这个指南针可以找到各种建筑 用它去搜索一下这ship的结构 在这个里面就可以找到克拉肯 那直接使用我们的组合魔法 往那边飞 现在有这个魔法的话 几千格距离根本就不算什么了 花个一两分钟就飞到了 运气比较好的是 这个克拉肯被卡在陆地上了 如果在陆地上的话 它是非常笨重的 很好打 打开碰撞箱可以看到 它有九个触手 我们需要先把它的触手打掉 然后再打它的本体 这个本体的话 就偶尔会发一些减速的飞弹 我们别太靠近它就不会扣血 站在原地不动 不停地磨它 很快我们就把它的最后一滴血也给磨掉了 这是一个前期需要打的小boss 一星级boss 它掉了13个墨囊 然后就可以制作我们的永恒智慧卷轴了 把这个卷轴打开之后放在我们的饰品栏里面 它就会吸取我们的经验值 把它存起来 我们想要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放出来 然后刚刚击刷了boss还送了我们一些奖励 其中有一个这个极乐升天炮 这是一个彩蛋一样的道具 拿在手上的时候我们重力会相反 然后会直接顶到天花板上 这个其实可以代替一下飞天的功能 在有些特殊情况下应该是有用的 那接下来就副魔了 不过我想着现在身上这身装备也比较弱 所以要不我们直接做出一个大法师套 一个三级的魔法套 然后再去附魔 三级魔法套需要一些烈焰粉 还有木影珍珠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地狱获得 然后地狱的难度其实不是很高啊 所以我们去一趟地狱吧 把材料收集一下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是小宝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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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